身材超火辣!女星陈雨珊落泪竞争这里游! 陈雨珊挑战舞蹈大成功!图经纪人闪亮亮提供!2018年4月15日! 艺人陈雨珊,原名陈柏宇,14日参加民事节目《舞力全开》录影,原先完全没有舞蹈经验的她,在周遭亲友不看好的情况下,苦恋三天上场表演,没想到演出结果连十岁儿子也称赞,别人给奶几分没关系,我给奶一百分。 让她在台上感动落泪。 陈雨珊表示,我完全不会跳舞,那时候节目找我的时候,我有点害怕,可是觉得要去突破她,才接下这个通告。 她坦然,周遭亲友知道她接下这挑战,都大感不可思议,我跟小孩说要跳舞时,他们不可思议,乃跳舞?乃会吗?一直取笑我。 她提及接下舞蹈挑战,还有一个原因,这时候刚好趁机教小孩,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去躲,不管结果如何。最重要的是享受那过程。 陈雨珊感动落泪,图经纪人闪亮亮提供。2018年4月15日。 陈雨珊说,陈雨珊说,我儿子整场看完之后,其实把感觉都放在心里,他全都看在眼里,我知道他也是碰到事情会逃避的个性,刚好有这个机会教他。 她平常很皮,但那天在现场都乖乖的。 她提及本来自己向主持人侯怡君自建第一个表演,没想到抽签后却变成压轴,对于完成次次挑战。 她坦然,我没有说昨天表演得非常好,但是觉得有给自己一个交代,我已经成功,因为那个恐惧已经跨过了。 陈雨珊身材较好,图经纪人闪亮亮提供。2018年4月15日。 陈雨珊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,还想进行舞蹈挑战,他还分享一段有趣的小插曲。 当天下一场来宾马国贤看到他落泪,惊讶地问:"这个节目很欢乐,乃怎么在哭?"了解原因之后,他怕情绪被影响连忙跑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